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流行趋势节目 主要内容包括 一 透明PVC包 未来感的透明魔法 二 珊瑚色腮红 健康光泽的秘密武器 三 老爹鞋搭配 时尚界的怪美味 那么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透明PVC包 未来感的透明魔法 透明PVC包 这个未来感十足的时尚单品 其实是时尚界的一次大胆实验 结果却意外地成为了潮流的宠 想象一下 一个透明的包包 不仅能装下你的手机 钥匙 口红 甚至还能装下你对未来的无限遐想 这不仅仅是一个包 这简直是一种魔法 一种让你的生活透明化的魔法 首先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透明PVC包的起源 透明PVC材质最早 并不是为了制作时尚单品而生产的 它的出现更多是为了工业需求 然而 时尚界从来都是一个 善于将各种材质进行创新应用的领域 设计师们发现 这种既实用又具有未来感的材质 完全可以用来制作独特的时尚配饰 于是 透明PVC包就这样诞生了 它以一种全新的姿态 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透明PVC包的魅力在于它的透明性 这种透明性不仅仅是物理上的 更是一种心理上的释放 在这个展示个性的时代 透明PVC包仿佛在说 看吧 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 这种坦率和直接 恰恰迎合了现代人 对真实自我的追求 当然 透明PVC包也带来了一些 有趣的社会现象 比如 它无形中提高了 人们对个人隐私的关注 毕竟 当你的包里面的东西 都能一览无余时 你可能就不得不更加小心地选择 你要带出门的物品了 这不禁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 你的包包 你的态度 另外 透明PVC包也成为了 时尚界的一个有趣实验场 设计师们开始尝试在透明PVC包上 加入各种图案 颜色 乃至LED灯 使这些包包不仅仅是透明的 更是充满了未来科技的感觉 这种创新不仅让透明PVC包的设计 变得更加多元化 也让它成为了展示个性和创意的一个平台 最后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总结透明PVC包的魅力 透明PVC包 让你的生活没有秘密 让你的时尚没有界限 在这个包里 你可以装下你的所有物品 也可以装下你对未来的所有憧憬 这不仅仅是一个包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对未来的无限向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珊瑚色腮红 健康光泽的秘密武器 在探索化妆品的丰富历史和文化意义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那些经久不衰的美容秘密 其中珊瑚色腮红 无疑是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这种色彩鲜明 充满活力的腮红 不仅是化妆台上的一抹亮色 更是跨越时代的健康光泽秘密武器 首先让我们回到古埃及时期 当时的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类似腮红的产品 来增添面部色彩 以展现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健康状态 当然他们使用的材料 与我们今天所用的珊瑚色腮红大相径庭 但这种追求红润面颊的愿望 贯穿了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 快进到中世纪 苍白曾一度成为美的象征 但即便在那个时代拥有自然红润的面颊 仍然被视为健康和活力的标志 那时人们可能会用摘子自然的红色果汁 来轻拍面颊 以获得那种自然的健康的红润 然而珊瑚色腮红的真正魅力 在于它的普遍适用性 无论是冷色调还是暖色调的肤色 珊瑚色都能完美融合 为面部增添一抹自然的健康光泽 它就像是化妆师的瑞士军刀 无论在任何场合都能轻易地提升穿着者的气质和活力 当然珊瑚色腮红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美观 在现代社会 它也成为了一种快速提振精神 展现自信的方式 一个疲惫的早晨 当你面对镜子时 可能会感到有些沮丧 但只要轻轻扫上一层珊瑚色腮红 立刻就能为你的面容增添一抹生机 让你看起来更有活力 也更有自信去迎接新的一天 总之 珊瑚色腮红不仅是一种化妆品 它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美丽象征 一种展现健康 自信和活力的秘密武器 所以 下次当你在化妆台前犹豫不决时 不妨试试 这么能够瞬间提升气色的神奇色彩 也许你会惊喜地发现 它正是你一直在寻找的那抹完美光泽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老爹鞋搭配 时尚界的怪美味 在时尚的大海中 每一波潮流都是由前人智慧的积累 和后人创新的勇气 共同推动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种鞋子 以其独特的姿态 跨越了时间的界限 成为了时尚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老爹鞋 老爹鞋 顾名思义 最初是由那些穿着宽松牛仔裤 手里拿着报纸 脚踏一双厚底运动鞋的中年男性所代表的 它们通常设计笨重 颜色单一 功能性强 但在时尚感上似乎略显逊色 然而 就是这样一种鞋子 却在时尚界掀起了一股不小的波澜 首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老爹鞋为何能成为时尚界的怪美味 一方面 它的复古感满满 能够唤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另一方面 它的笨重外形和夸张的设计 恰恰迎合了当下追求个性和突破传统的时尚潮流 就像是时尚界的一道刺激的辣椒 虽然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 但却让人难以忘怀 那么 如何搭配老爹鞋 才能让这道怪美味发挥出最大的魅力呢 这里有几个小建议 一运动风格 一条宽松的运动裤 配上一件简约的T恤 再踏上一双老爹鞋 既舒适又不失潮流感 二 复古搭配 选择一条高腰牛仔裤 搭配一件复古图案的衬衫 脚踏老爹鞋 复古而时尚 三 街头风格 一条破洞牛仔裤 搭配一件oversize的卫衣 再加上一双老爹鞋 街头感十足 四 混搭风格 一条优雅的长裙搭配一件硬朗的皮夹克 脚下一双老爹鞋 既有女性的柔美 又不失个性魅力 在时尚界 老爹鞋就像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它可能不符合每个人的审美 但却以其独有的魅力 吸引了一大批追求个性 和布局一格的时尚爱好者 就像是一道怪美味 虽然第一口可能让人难以接受 但慢慢品尝 却能发现其中的独特风味 所以 下次当你在街上 看到有人穿着老爹鞋时 不妨多给几分欣赏的目光 因为那不仅仅是一双鞋 更是一种勇于突破 追求个性的时尚态度 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了三个时尚单品 透明 PVC包 珊瑚色腮红 和老爹鞋 透明 PVC包 以其未来感和透明性 成为了潮流储 珊瑚色腮红 作为健康光泽的秘密武器 跨越了时代 成为了美丽的象征 而老爹鞋 则以奇怪美味 搭配成为了时尚界的一道 靓丽风景线 深入分析上述单品 我们可以看到 时尚不仅仅是外表的装饰 更是一种表达个性和态度的方式 透明 PVC包 展示了人们对真实自我的追求 珊瑚色腮红 展现了健康和活力的魅力 而老爹鞋 则突破了传统 展示了追求个性 和不拘一格的时尚态度 时尚不应该被局限在 某种固定的定义中 它应该是一个充满创意 和想象力的领域 透明 PVC包 珊瑚色腮红 和老爹鞋 正是这样的创意 和想象力的产物 它们不仅能给我们 带来美的享受 更能让我们展现 自己的个性和态度 所以 无论你对这些单品 有何看法 我都希望你能敞开心扉 接纳时尚的多样性 时尚就像是一幅画 每个人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 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